Rat的生活台, 联成No.7球衣专门店 为你带来独家球衣托引优惠 只要你赞赞赞赞我们的page 甚至成为我们的订户 就可以专享托引球衣优惠 想知道托引球衣优惠层? 请留意置顶留意 No.7球衣专门店地址 旺角西洋菜街74号 旺角城市中心11楼一室 大家好 大家好 咦, 你是不是开错了东西? 为什么会是冬季转会双市场总结? 咦, 旧哈汤真是 喂, 怎样啊? 我不是, 沉河底,沉河底,沉河底 我们平时被人说, 沉河得多 这次又沉河了 真的啊? 喂, 没有指引的, 赞就一下吧 你知不知道他的抛牌有多少版? 我scroll给你看看, 475 这个很厉害吗? 你平时我早上做节目的多少个? 现在去到八百多页了 你自己搞染啊, 现在我没有搞染啊 很厉害吗? 这个一点都不厉害 OK, 首先回到冰家尝试的11、12月号的节目 今天继续有我EV 以及Benson在服务着大家 好了, Benson 今天一开播的时间 你想说什么? 先交给你, 你想先说什么? 你想先进主题还是不先进主题? 先不要进主题, 够了算吧 那来吧 我怎么知道你想说什么? 今天话题啊? 那来说一下我们今早看到的最后赛果 今早的赛果, 英超只剩下两队 要这么说吧 今年的欧冠, 欧洲联赛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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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今年的欧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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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德格有三代 德格當然是拜仁、多蒙特 還有這個RB來比錫 另外呢 伊甲有些什麼 拿玻璃 國米、拉素 還有一對 那一對已經下去了 OK 你是不是要在我雙口灑鹽啊 不要緊啦 這個節目在他雙口灑鹽是無所謂的 始終都是阿仙奴的節目 我們去西甲 西甲很簡單 一定是巴塞、黃鑑馬德利和馬體會 沒有規矩啦 還有一對是什麼 沒有啦 那一對都沒有啦 霸氣杯都沒有啦 所以都挺有趣的今年 但是同時間大家要留意啦 抽籤在星期一的晚上才會舉行的 所以大家留意著 我講了一對巴黎聖日耳門 阿仙奴可以抽到的籤呢 其實都 最理想的就是哥本哈根 其實 叫做A線對B線 B線我們有機會撞到的就是巴黎聖日耳門 最難打的一對 國米啦 國米啦 R.O.B.路 來比石 以及剛剛講的哥本哈根 沒錯 理論上來說 最好打的一定是哥本哈根 但如果比較上 我覺得會容易抽到的 可能是國米 始終阿仙奴對國米這一種的對碰 一些舊的廠有 或者看得久連資的都知道 首先啦 歐歉就不會那麼容易放過阿仙奴的 對 沒錯 不會給你這麼容易的籤 從來的阿仕奴 也不會給PSG那些 為什麼呢 因為也免得這麼早出局嘛 而且也不想PSG那麼意外 這麼早出局 所以基本上 通常都會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世界上 就非常奇怪 就會抽到 好像有得跟你周旋 也有些傳統對碰異味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國米會大機會一點 對我們來說 其實我覺得 這幾隊裡面 我反而覺得 最難搞是R.O.B.來比石 是 因為這隊波其實 都挺惡 抽的 那來比石你沒得猜 是的 你最沉默到德甲 你沒得猜 你這樣講 哥本哈根和R.O.B.來比石 都是很難猜的球隊 還有就算抽到高本哈根也好 你看到萬聯打成這樣 你都會覺得 你在體力消耗上面會大問題 是的 沒錯 反而如果你抽中國米的話 大家好像都 有得預 對 有得預 有得先看 還有阿仙奴打意大利的節奏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 會好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最想抽國米 沒錯 沒錯 反而高本哈根的人說 二打我不認為 我認為有暗湧 這些球 通常這些球 會突然殺你一個草手不及的 沒錯 即是有些可能 不知耐力的 突然有個前鋒很厲害的 突然就過了你 最慘是 攻攻入你一球之後 攻不爆那種 然後他就玩十零零 即是阿士東維拉 是的 簡單來講 阿士東維拉 你都見到 阿仙奴近來的戰績 只是輸了這一場 其他賽事 譬如 最近那場歐聯 基本上不可以作準 OK 無論在他的心態 人腳上面 都是 完全是放平來打 是的 是放平來打 當然 你也看到阿迪達在那場球裏 做了很多的實驗 是 詳情可以聽回我之前那一集的一線戰報 還有一些內容都稍後再說 是的 然後之前呢 我們也去過這個盧頓 那一場球 看到大家 基本上 都有點心臟病發的感覺 沒錯 那一場球 我是看下半場 起身開工 就可以看到下半場 是的 那下半場 其實我一直看 我心想盧頓這對球 一監這個球場的大小 有些坎仔浸膠龍的 是的 搞到我們兩隻翼 是拉不開那個 那個速度 和拉不開那個範圍 沒錯 和盧頓鬥玩 嗯 其實 某程度來講 曼城已經展示過給我們看 他們去到這些 比較小型的球場 其實是很虧場的 是的 其實 阿仙奴和曼城 只會是 與同一個問題 都是的 尤其是在組織型上面 還有 還有盧頓那場球 真的突然間 巴克利又打回臉 是的 沒錯 他真的 就是那些越強越強的感覺 嗯 挺像他本身 應該這樣說 那場球有心去打 所以其實那場球 他都組織了整條盧頓的攻線 嗯 但是最後 憑著迪迪和埃斯的一個頭槌 叫做攻打入 但是我跟Benson 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近排阿仙奴的比賽 就算落後也好 不會很急於地去搶攻 或者這麼說 作為一個球迷看球 其實看到這些 你會有兩種感受的 第一種就是 比較負面的這種 第一種就是 你是不是真的想贏一場球呢 第一個那個反應就是 我好像我對維拉的一場 我是有這樣 第一次說 你那些傢伙是不是想贏 嗯 但是他想到深一層的就是 他沒有以前那些落後 急躁啊 急躁啊 趕著去什麼啊 那些其實是有進步的 只不過真是無奈 說回維拉那一場 就是 真是 林門那一腳 真是 那天很差 不論耶穌 奧迪加特 薩卡仔 和馬天尼尼 都是 林門那一腳很差 所以其實都很考起 阿仙奴球迷的心理的調節 對我來說 我 我覺得很多人 現在還是停留了 可能 四五年前 剛剛 艾馬尼接手 那段時間 那種荒失失奇兵 那種感覺 現在我覺得 其實阿仙奴是 那個 張詞是有道的 很明顯 就算見他落後 嗯 他不會像之前那樣 盲目去死攻啊 盲目去 撞進去啊 扭進去啊 我會覺得一件事 這樣是一個進步來的 但是 對一個 我們看 可能對一些 比較少看 這類型的球賽的人 就會覺得 喂 在落後了 是 為什麼不攻啊 上吧 去積極一點 當然 那一場球賽 有個比較 特別的意見 不過 不知道EV有認同嗎 我是覺得馬天尼尼 很多時候 然後 反攻那時候 突然間 撞停那一刻 他很突压的 可能 那些人 不去不及了 去不及了 但是我覺得 既然前面 在中間 已經有個 可能是耶穌 可能是哈佛斯 我覺得 要馬上傳 嗯 但是他會 停一停 但是 以阿士東維拉 那種速率來說 當你撞一撞 他另外的中場 就會回來 撕路易斯 那些都回來了 對 就會回來了 那你就傳什麼球都傳 那就會很 這件事情 我覺得馬天尼尼要再進步 就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其實 你問心 我就有完全私情 那種球迷的感覺 嗯 但是你又奈何 如果你看回 曼城 即是 阿迪特斯成 曼城的踢法 現在就開始 慢慢調整到 對方這間 不要被對手打亂了 不要因為局勢打亂了 沒錯 維持自己的踢法 去嘗試找到破門 不行了 才換人出來搞 沒錯 這個趨勢 你是看到阿迪特 是跟隨著這個步伐的 當然 有一些球迷就指出 因為阿仙奴球迷現在越來越大的 上頭 我覺得長場球一定要贏 跟著就 踢得不好的 就開始屌 怎樣怎樣怎樣 我自己會這樣說的 共患難的時代呢 我們都共了很多年了 都共了十幾年了 即是你問我 有人說 喂 你們會不會萬狗化 之類的 我又覺得 那距離萬狗化 有點遠 慢狗 慢狗就是 不理會那對球是甚麼質素 他們都會把眼角放在這裡 但阿仙奴球迷不是 現在對球已經有一個適當的提升 那我們對對球的期望 是不是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要求 和提升呢 這一個就是個分野 我自己覺得 沒錯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 大家都需要 大家一起進步 大家都要拿回中間位 其實我們呢 由這個節目開始 我和EV曾經都說過很多次 作為一個球迷 其實是要 自己那個 心臟承受到 那個 忍耐力 其實都要跟著一起進步 即是以前我們 正如我們常常說笑 即是自嘲這樣說 我們都 輸了那麼多年 亦都沉了那麼多年 有甚麼大風浪 我沒有見過 尋到 輸8比2 也不是沒有試過 歐聯聯合起來 輸10比2 也試過 輸10比2 對敗人 也試過 我希望 正如我之前 我都說 那麼多位球迷 其實都要有一個相應的進步 其實我都要 我都要 或者你不要說進步 我們不敢說要求進步這個 即是都要看回我 客觀這個形勢 去改變自己的心態 是的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的 大概講完這些前設之後 回一回Hugo的提問 阿斯羅想買山道士的前鋒 有沒有實力 留意明早上 冰家嘗試YouTube Channel 會有冬季轉會 稱的節目 到時再跟你一一 微微道來 我們現在就開始 今天的主題了 我們終於入題了 入題了 今天的主題 老規矩 這個節目的定位 都是將一些 平時在冰家嘗試YouTube Channel 做不到的一些 topic 或者是一些 比較上 偏門一點點的題材 在這裏 跟大家一起討論和分享 我們先來第一張圖 醒一醒神 這張圖 我看細圖已經 是的 嘩 這位是哪位呢 Williamson 女子隊受傷的中堅 兼防中 也是英格蘭國腳 最近沒有球踢 又繼續養傷 養傷的時候 就是 做模特兒 出席一些活動 性感打扮一下 所以不要說那麼多 一來節目 趁一醒神 我覺得做人的事 對嗎 開節目的一個 必定的精神狀態 當然 現在女子隊中堅 沒有了他的話 其實真的 在轉身的速度上 真的慢得到 有些嚇人 因為昨天我看了一場 阿仙奴對熱刺 是 3比3的聯賽盃 後面中堅 Beatles真的老了 你感覺到 然後Gordina 剛剛西甲過來 不適應英超的節奏 是被熱刺打得 有點狼狽 所以都希望他可以 盡快復出 所以 一開始 先來 和大家共商善俱 阿仙套 有些美圖 給大家看 看完美圖 看完美圖 講完女兒 講一下錢 都是本節目規矩的 在上個月 阿仙套又找到 新的贊助商 新贊助商 就是來自我國 沒錯 這個中資的公司 中拆橡膠 就是賣泰的 之前我們也有 曾經有 類近的贊助 但是我們 阿仙套也是合作的 有些什麼可以給到我們呢? 不要先說 他有什麼可以給到我們 先 合約我們 包了些什麼給別人 好啊 老規矩 在這個球場上 會有他們的 賣泰 總之 可能會 即是那些遊戲的 卡卡 或者 即是放一些Pops出來的 卡卡 這個最基本的 跟著 當然會 每一年會有 Media Day 的時間 有一些 有一條 有球員參與的片段 這些是必定的 其餘的 全部都是廣告版 還有 油長球場側邊的廣告版 之類的 所以 基本上 整張合約 是為期3.5年的 每一年 今次 蠻好啊 今次的Source 還給了 大概多少錢 大概300萬至400萬 一年 即是說 總合約來講 大概 你預約1200萬磅 如果 就這樣的話 其實 我覺得 如果只是 廣告版的這些 最好漂亮 又不用做太多 是不是 也不是賣很多 廣告的版 位 正如我們上次所說 其實 阿仙羅之前 在所謂的贊助商裡面 找那個力度上面 開拓不同的範疇 也都很盡力的 你也看到 現在又找回一些輪胎 汽車的公司 盡快在這一方面 填補空缺 這一方面 也叫做 一筆的 不錯的資金 所以 都叫做一個 不錯的進展 對於 今年來講 所謂的 贊助 那個賺食 那個範疇上面 今年我們真的 renew 了很多合約 也都簽了很多 新的合約 我們就繼續 拭目以待 看看這些錢 阿仙羅會怎麼用 另外一筆賺的錢 其實 以下的主題 我原本就是 詳細講的 但由於龍頭講了 我就可以 不用講得太詳細了 都可以講一下的 略略地講一下 我現在身上穿 要打開 沒錯 這一件 黑金 好像是 近幾年 最賣得的一件 沒錯 比歷年主場的球衣 買得更多 的確是非常漂亮的 沒有辦法 對不對 除了這一件 我們也可以看看 下一張圖 有買個具體數據給你的 黑金的球衣 是創紀錄的 超越了前季 即是旁邊的 黃色那件 80% 這件黃色其實 我覺得一半 比較普遍 但是超越了80% 即是賣180% 而每件球衣 巨民阿仙羅 就可以獲得 5.5磅的分成 所以大家可以計算一下 大概因為這件衣服 一個好的設計 就可以為阿仙羅 帶來多少錢的賺助 我有想過 那件會不會復刻 不知道 有機會在未來的日子 復刻 但我很肯定 今年那件工程衣服 就 純粹一點 你是說 綠色那件 黃色撞了底那件 走到出馬路 走到出馬路 不會被車撞 其實近年 我覺得阿仙羅的黃色波山 都蠻蠻蠻蠻 都蠻蠻蠻 講講 10年前 有件鮮黃少少 搭藍色 那件好看 所以 全民下年 我們是不會有黃色再黑 終於不用了 全民下年 是藍色加黑色 藍加黑 藍色一件 黑色一件 他見到黑色 受歡迎 沒錯 全民是這樣 OK 在這個時間D鐘 先不要按下圖 我先問一問Benson 猜一猜 今年球衣出來了 今年球衣的印字銷售榜 頭四名 猜一下 頭四 一定是第一個WISE 第一個迪勤衛斯 沒錯 中其中一個位置 但不是NO.1 NO.1 猜NO.1 是不是現役球員 現役 Saka Saka 對 第二位 馬天尼尼 不是 馬天尼尼四格不入 這樣啊 前四不入 如果你說 Pavis 不是 不入 應該不會 不入 耶穌 不入 那奧迪加特 應該有 沒錯 第一位Saka 第二位奧迪加特 第三位先敵球馬斯 嗯 第四位你未必猜到 尼基迪 不是 應該不可能 雖然那個Number很吸引 沙烈巴 不是 深圳高 不是 給你再三次機會 你猜 很難猜 嗯 区方 是不是 正選來的 正選 他 你問這條問題 富安健陽 沒錯 你一敢說 我就猜到了 富安健陽 哈哈 所以你說日本的市場 真的幾重要 其實日本一向買球衣 很瘋的 這張下張圖 對啊 富安健陽 嗯 所以 是重要的 富安健陽 你就這樣在這個球衣 市場上面 分到日本的市場 真的踢得好 而且很老實講 富安健陽 暫時已經超 除了三千分以外 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 沒錯 沒錯 所以 都合理的 這個報表上面 嗯 所以 沙卡仔便宜 印字 OK 細字粒再加上單號 OK 然後奧迪加特其實貴 是的 迪勤懷斯 其實大字那裏會佔多些錢 沒錯 細字便宜 富安健陽 是名字最長 沒錯 和大字 那麼厲害 富安健陽的受歡迎程度 在經濟的因素上 其實也不受這些 金錢所影響 它印字那裏是 是不是那個價錢都是 逐個字粒計 在官方網來說也是 嗯 那當然了 如果大家想印字的話 那我們當然是誠意推薦 No.7 OK 因為只要你訂閱了幣頻道 或者訂閱了賓家嘗試的YouTube Channel的頻道 只要你去到店鋪的時候出市截童的話呢 就可以獲得這個折扣優惠的 因為為什麼我會突然說起這件事呢 我記得有一年呢 我買一件 買一件波三 我忘記買哪一對 嗯 那是當時是送的 那個字是 那我就說 有什麼字可以介紹一下 他就1 2 3 就拿了一個 我暫時見到最長的人名 猜猜是誰 在阿仙奴陣中 不是 曾經有機會的 Eber Hummerich 沒錯 哈哈哈哈 他都說 那邊這麼長呢 哈哈哈哈 一猜就知道 真的 唉 所以這些數據是很過癮的 這些數據 暫時都目前為止是這樣的 好了 那 接著講開錢 我們又講一下下張圖 好了 很多人都說 喂 阿仙奴今年回來歐聯 總共歐聯 可以為阿仙奴帶來多少錢呢 好了 現在條數據出來了 踢完所有分組賽 現在決定進級到16強的話 阿仙奴賺到7600萬英鎊 不是 歐元 是的 大概都7千萬英鎊 是的 都有這條數 好了 那條DETAILS的數據怎麼來的呢 下面那張圖就有了 好了 Starting 3 有先有1564 出場費 對 出場費 OK 接著 Uefa 10年來阿仙奴的Ranking 大概有2500 我都逐步得住 MISS了一年之後 在Ranking上面 都不算差 哈哈 好了 然後Market Pool 1 Market Pool 2 我不知道這兩個是甚麼 OK 應該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隊的 那個POP數 那個 不知道了 OK 但是總之這兩條數 加起來大概是1500 OK 好了 然後進級到16強 就有大概是9.6 嗯 然後 Bonus for 4 win 就是之前贏了的4場 每一場都會有280萬歐元 成分4場 就能賺到 大概11萬2 可惜我們11 一場 所以輸了和和了的話 都會打死折扣 是的 原來這一方面 都是有9000回到來的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這個報表 計算自己外隊 到底賺了多少錢 嗯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好了 然後還有些甚麼錢 還沒賺到呢 看看下面那張圖 如果16強過關的 那就會入到8強 就會賺到1060萬鎊 是 然後再入到4強 就賺到1250萬鎊 打final 贏了的 就會賺到2000萬歐元 這樣 其實現在我們的數目 都已經夠買到一個人了 你計算財政年到入數年 對 所以這一個就可能會比較敏水 我們計算下年 因為如果你計算會計那樣東西的話 就未必可可控制到 這個可能要計算上年歐霸成績那條數 我意思是 如果這條數落到下年 我們的FFP就很高 是的 所以歐聯是很重要的 所以為甚麼那些人說 入不到歐聯 有些隊伍呢 就是奶奶的 就是這樣 例如巴塞 例如車路士 是的 你也都見到 入不到歐聯 你起碼坐底 你就算贏不到球 也好 你都起碼大概有五千萬英鎊 五千萬英鎊 五千萬英鎊 是的 所以基本上 你的數目就是這樣回來了 OK 所以下一年 我們也可以預計到 轉污市場 又或者之類的情況 我們那個投入裡面 是需要更加增高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有一堆錢來講 是要留回來 加薪金和續約的 嗯 因為其實今年我們都加了不少人工 以及續了不少藥 是 所以其實在那個買人上面 可能大家會說 其實你有幾千萬英鎊 但是你不要忘記 這幾千萬英鎊 可能過幾星期 或者兩三個星期 就去了一半 是 就去了一半 所以大家要計算這些數 認真來講 所以 儘管來說 在這個節目裡面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資訊 大概給大家一個概念 另外 講開這些 要講一下 我們拿到這麼多錢 都是因為他 而已 這裡 今年就拿了一個 歐洲最佳領導層獎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GOLDEN BOY 就是叫做金球獎 是 金銅獎 那個頒獎 的一個附屬獎 的而且確 這裏在帶領阿仙奴 那個所謂的 無論我們剛才說的 一些贊助 或者球隊建設的層面上面 他的親力親為 我們是看到的 尤其是開拓了一個 南美洲的網絡 繼而阿仙奴 帶來了不少出色的球員 然後還在對上 和小高安基 和阿迪達中間 這個鐵三角的關係裡面 都是保持得非常之好的 令到球隊的運轉 可以短時間之內 步入了一個 叫做非快上升的正軌 我也覺得 非常非常之值得 他拿這個獎項 對比其他的球會 真的沒有他的表現 那麼濕醒 認真那句 好了 拿完這些獎項之後 然後我們先去後一張圖 這張圖厲害了 艾蘭尼足球會 升級顧問 所以說 入這間足球學校 真的不少 第一號座真龍 世界足球先生 意大利 各腳 雖然有葡萄牙的經驗集位 蘇格亞利斯 當紅炸子雞 巴西翼風馬天內 當然還有埃及的國標 埃及王子 對 是不是王子 我忘記錯 埃及二王子 艾蘭尼 一王子一定是沙拿 不是 沙拿叫法佬 法佬 對不起 她是王子 對 所以在這間足球會讀書 你真是幾發達的 說真的 這些星星 可能你在Hill N 都未必那麼砌人 對 所以我覺得艾蘭尼 在中間吃了很多 舔了很多的游泳 她很聰明 在阿森蘭尼找到很多資源 幫忙自己出一間球會 我們之前的節目都說過 她已經不再是一間足球學校 這麼簡單 她是足球學校連非職業聯賽球會 是 所以其實這一堆 我只可以這樣說一句 其實這個體系是非常之好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第一 如果你看下一張圖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 沒錯 阿森蘭也會提供一條龍式服務 除了有些青年軍會 在這裡安排了一些讀書的機會之外 如果想立後投身這個足球的行業 其實在他們的青飯學童的時間 已經幫他們報讀 那些司牌的教練執照 司牌的教練執照 基本上你已經可以教到 英、月或者留下以下的球會 換言之 如果你考完排在阿森蘆裡面 不完業 又或者在阿森蘆裡面 度過一些不多順水的日子 出來找不到新球會落腳的話 其實阿森蘭尼足球會 是可以吸收到這些教練的 是 所以其實都幾一條龍式的 OK 說真的 也都為這些球員日後的生活 作出第一重的保障 還有我感覺 為什麼阿森蘆現在會願意 跟阿森蘆合作呢 某程度就是 第一 可以當是半隊衛星隊 來設計 第二 就是當阿森蘆的清訓 和可能他本身 有很多球員要去考教練執照 而他沒有位置可以開到 就可以實習 派下去實習 實習 實習 因為其實之前 無論法比加斯也好 然後韋蘇亞也好 亨利 皮里斯、龍甲布這些考牌 都是回到清法學院幫忙的 甚至乎 明天我都會講一宗傳聞 柏金 現在阿森蘆是在傳柏金 是啊 因為柏金回來 就有趣 那陰無耳 因為 這裏都說少少少 當優先聽 現在傳聞 就說阿森蘆親腰柏金回來 就在清法學院那裏開個位置 但是開過什麼位置呢? 沒有人知道 大家猜猜 估計就應該不會是助教位 應該都是主教練 但是主教練有哪個位置 空腿出道來的呢? 只有兩個可能性 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位置 炒了阿里 於是一 但是我覺得機會不多 第二 盛傳委書亞美職有 有offer 有offer 那就做個順水人情 柏金回來接你的位置 讓你安心出去闖 聽上去有點怪怪的 是啊 聽上去有點怪怪的 一個兩三代之後的10號 給一個兩三代之前的10號取締 但是在教練的層面上 是不是個人才知道 聽上去有點怪怪的 但是有趣的 因為柏金最近 我都覺得柏金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為你知道荷蘭和英格蘭都不算太遠了 沒錯 最近他都回來英格蘭機場蒲頭 接觸過訪問 其實真的想出來教練 也有些offer放在他桌面 但是柏金暫時還未考慮哪一張offer 當然了 阿仙奴的offer他會考慮 但是很有趣的是 柏金在什麼情況下做這個訪問呢? 他在看一間非職業聯賽球會的比賽裡面回答的 而這間非職業聯賽球會 也跟阿仙奴今季有合作 那間叫Bombly 即是今年我們借Alex Kurt 和Taylor Harts去那間職業聯賽球會 所以柏金在那場被人報獲之後 我覺得非常之過癮 然後柏金當然最近的新聞 就是有一張荷蘭的8元的銀資 那張紀念鈔就將會推出 那當然了 我就會馬上問人有沒有機會買到的 這些一定要馬上問的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有趣的 非常之替柏金高興 這些honor 真的不是人有的 老實說 作為一個阿仙奴的球迷 其實我這個年紀的層級 三四十歲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柏金而認識阿仙奴 和愛上阿仙奴 所以如果柏金在現在有機會回到阿仙奴 執教或者做一些職位 其實對我們這一代的球迷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興奮的事情 絕對絕對絕對 所以這宗新聞我們就靜觀其變了 OK 因為柏金講到明想回來復出教球 但未必就回到阿仙奴 可能有些低組別聯賽球會 可能會即將在賽場上面 再見到柏金 我們就儘管看看什麼環境 另外關於清分學院的新聞 就是這宗 13歲的中場 Max Dormann 和Editas簽了新的贊助合約 Benson 這個球員 你可能沒什麼印象 但如果你有聽到新兵報道的話 你應該知道 今年韋書瓦是很破格的 怎樣破格呢 他首先在兩個月之前 首先就把U15的一些清分球員搬上來用 例如Seawick John 即是現在在打 Editas Club 在巴西那些球員 抽很多上來的 入利物浦十球的馬田奧比 都是抽了上來踢的 然後上一個月更加走破入魔 在U13梯隊就抽了Max Dormann 結果也給了半場的正算 他打的 這麼特別 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現在U18梯隊 你問我 有時候我也覺得很陌生 究竟這個球員是哪裡來的呢 即是 爆頭 越用越年輕 所以你也看到Levani 16歲已經可以在英超 有後備上陣機會 所以韋書瓦也 你記得清分學院的體系 信念 風格 其實跟一線隊 越來越一體化 所以這個 我自己也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這個球員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被Eddie看中了 所以就簽了一個代表 或者這麼說 其實 我覺得他現在的發展 其實是好像 開始趨近萬成 去做很多一些清分出來 嘗試買 嘗試用 不會 阿迪達最近 上一次對歐聯之前的 記者會都說到 他都說 青林溫有這麼多出色的球員 但有些上不到位的 會不會把他買走 他說這個也是球會的發展策略 所以你也看到 好吧 正如我們第一集說的 阿神都跟我們說過 因為阿仙奴這麼多年積弱 而令到那個花子 包裝不漂亮 其實我想阿迪達 在這方面考慮了 他就是從根底 把那個花子做得漂亮 沒錯 所以其實之前 其實你也可以說 我們是跟萬成的路 另一條路就是 車路士那條路 車路士那條路就是 集天下奸之大城 將所有天下的兵器拿下 無論清分也好 一線也好 都是這樣做 然後用不著的 就借出去 或者賣酒 然後借出去 好表現的 就賣酒 那裡賺錢 但阿仙奴看來 就是跟萬成那條路 最近也在一些梯隊上 看到一些跳級的情況 有越來越多的出現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這些情況 好了 下一個 這個花生的事情 唉 有些事情 有仇口的 大家又記得 紐卡蘇那場球 大家國家隊集訓的時間 都要坐同一張桌 坐同一張桌 你生日了 我有臉色 很正常 正身為仇人見面 怎樣都擺在臉上 這些我最清楚了 是 是不是 仇人見面 同一個工作場合 你不都會好樣的 是不是 這些經歷過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他是不想出現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我完全明白你的 還有我感覺 他是被馬天尼尼 偶爾拉你 不是 公司宴會 你不能不去 不是啊 就是偶爾拉過來坐 公司宴會 你一定要出席 是不是 真是很慘 是很慘 這些大人沒有辦法 打份工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下一個 下一個 這一個 就是一個有愛的故事 話說之前 Rubin Moy 這個女子隊的中堅 代表女子隊 和英國國家隊 做了一些社區的活動 社區活動多數都是去一些孤兒 或者患病的兒童 或者一些社區有需要協助的 貧窮家庭的兒童 就接觸一些足球的事務 那圖中的這個黑人的小朋友 是 就和Rubin Moy 有一個約定的 就說Rubin Moy 如果今季入了球的情況之下 就要做這個慶祝動作了 結果Rubin Moy 真的在女子的聯賽裡面 就攻入了一個頭槌的日波 是 所以也遵守這個約定 而阿仙奴最近 每一年的十二月都是 第一個禮拜 都會去做一些親善探訪 是 今年也去了醫院 也都為一些病徒 送上關於聖誕的祝福 我們都非常感謝 這個每一年都有做的 沒錯 我們繼續非常感謝這件事 好了 接著去到今節的最後一張圖 最後一張圖 就講一講 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阿仙奴因為 就在這個油獎球場裡面 就已經 攻入了一千個入球 所以有這個數據也都出來了 攻入第一個入球的 吉伯圖施華 對亞士東維拉 沒錯 第一百個入球就是 亞迪巴洋 沒錯 亞迪巴洋 就是紐卡蘇的 最貪刺的MGPK 對 接著就到二百個合約戰士的和葛特 接著到反骨仔三百球的雲佩斯 四百球的普多斯基 你猜不到的普多斯基 就是對紐卡蘇的 OK猜到的 這個 五百球亞迪達 六百球是張白倫 七百球奧巴美揚 八百球你才猜不到 大衛女師 九百球是查理帕天佬 現在借了小雲師的帕天佬 那一場聯賽杯 對第一千球 托莎 如果你說 以PK的人數來說 這裡都佔不少 那些貪錢 反骨那些都有 但是整體上來說 都幾多傳奇在這裡入報 在這些傳奇的號碼裡面 那我相信 托莎就絕對不會是反骨來的 應該 亞迪達就現在做了廠長 是啊 所以 這一張報表出來的時候 我都覺得幾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說真的 現在還在現役中 在八百球之前的 只剩下一個張白倫 是啊 艾迪達奧巴美羊都好像還在踢 踢踢馬賽 是啊 所以 數據就這樣 好了 至於第一節的內容 就到這裡了 第二節回來 我們會說些什麼呢 都還未去到個案研究 我們還會說一下 添巴的復出歷程 接著又會說一下 富安健陽的一些故事 接著 還有 還有說一下VAR 第二節回來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一會兒回來再跟大家聊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REDKA生活台的觀眾網友 你好 我是阿芬 REDKA生活台 已經推出了YouTube會員 港幣40元 普通會員 港幣80元 可以做超級實驗員 每星期專享獨家影片 還有優先下載的內容 幕後花水 還有一些懷舊的復刻節目 支持REDKA生活台繼續營運 創作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馬上加入REDKA生活台的YouTube會員 多謝支持 MING PAO